不是给杨少送的 还能是给你这个捡破烂的送的 杨少太有牌面了 一百万一瓶的酒 居然一送就是两瓶 杨少牛批 樱欢欢看到没 就连程总那么大身份的人 居然要亲自来拜访伟哥 你赶紧揣了破烂老跟着伟哥吧 为啥程总那么大身份的人 会无缘无故的送酒给我 还要来拜访我 难不成是看在我老爹的份上 这可真是太奥利给了 老天都助我拿下樱欢欢啊 低调低调 我估计是人家程总人好 想给我结交一下 当个朋友 不过破烂老的酒实在是太贵重了 你这山猪也吃不惯喜康 给你喝就糟蹋了 来吧 我们大家喝就好了 你才是山猪 哼 你要是再说我家小凡 我们立刻就离开 呵呵 好了欢欢 他说的也没错 这酒我却是喝不习惯 咱们喝这个吧 买个红酒 还把标签撕掉 你不但穷 还很虚伪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要不你跪下来求求我 说不定我一高兴 就赏给你一口这百万的酒了呢 我说过了 那酒我喝了咳嗽 还是我这个好一点 哼 我倒要看看你 这是什么好东西 泽泽 这味道闻着钱不拉几 不会是你家自己酿的吧 哼 这可是高端场合 你这垃圾东西的出现 就是电污 它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你干什么要扔我们的酒 欢欢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不就是一瓶破酒吗 大不了我赔给他就是了 开个价吧 破烂老 小爷不差钱 你确定你要赔偿 哼 老子大奔驰都开上了 还差你一瓶酒 不妨告诉你 老子家里资产已经过了千万 本次的说是1136万 怎么样 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差距了 八爷 一千多万 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么多钱啊 哎 真是可惜了 过来老你看气是什么意思 你好 我是利斯卡尔顿餐厅的主管程咬音 请问可以见来吗 听到程咬音三个字 原本还在嚣张跋扈的杨伟 浑身一个机灵 下一刻立刻飞不上去 打 而此时门外 正站着两男一女了 为首的赫然正是程咬音 程总您好 您好 我是杨颠峰的儿子杨伟 感谢您送给我的酒 味道真是好极了 送给你的酒 我认识你吗 算了先见方董要紧 那个能不能借过一项 神 什么意思啊 您不是看在我父亲的面上 来给我送酒的吗 我认识你父亲的锤子 一群阿毛阿狗也配我送酒 咦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感觉这个程总不是来找杨伟的 呵呵 确实不是来找他的 方董您好 方董 看着在众人眼里 分外牛皮高不可攀的大人物程咬音 如今居然犹如晚辈一样 对着刚刚被他们疯狂嘲讽的破烂老鞠躬 众人身体都是无助的颤红 你是 方董您真是贵人多旺事 您刚刚花了二百亿 买我手里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难道您忘了吗 轻飘飘一句话 如同炸雷一般 在全场同学的脑袋中 炸响开来 二百 一 我草 欢成是钞票 恐怕能叠成一座山 欢欢 你男朋友居然是 利斯塔尔顿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那他身价岂不是最低也有几百亿了 妈呀 原来你竟然找了个男神 小凡哥 这 这酒店难道真是 是你的 呵呵 是我的 不过不好意思了 程总 收购的事情不是我亲自做的 刚刚的酒是你送来的吧 有心了 二百亿的大事 竟然连过问都不过问 甚至连股权持有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大佬风范 方董我送您的那两瓶 八三年的罗曼尼康蒂品质 比起您经常喝的肯定差远 毕竟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也搞不到您喝的那种酒 所以还望您不要紧 我靠 身家几十亿还是普通人 那我这月薪三千五百的是什么人啊 喂 重点 原来刚刚送来的两瓶罗曼尼康蒂 根本不是送给杨伟的 而是送给这破烂老的 不 是破烂小哥的 他都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还要去捡破烂啊 你懂个屁 方董那是在为环保做贡献董吗 格局 这叫格局明白吗 哥和 没关系 我自己带了酒的 正好还有不少 送你两瓶吧 妈呀 您 您您这是罗曼尼康蒂1950年元将 这这不行 这台贵重了 那 那个 我打断你一下 程总 这酒 这酒难道很贵吗 贵 不 不能说贵 闻言的杨伟不由常常松了口气 心里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 不 还好还好 刚刚我还扔垃圾桶里一瓶呢 不贵就好 什么 你 你说你扔垃圾桶里了 你说你把这罗曼尼康蒂1950年元将扔垃圾桶里 对 对呀 您不说不贵吗 一瓶酒扔就扔了吧 噪你啊 我想说的是 这根本不能用贵来形容 因为方董拿出来这东西是有价无事的 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 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吧 原本已经落下的心 瞬间又悬到了谷 脸色更是刷的一下 变得苍白一片 呵呵 一瓶酒而已 不要过度解读 再贵的东西也是有价钱的 怎能说是无价的 风回路者 柳暗花明 此时杨伟的内心就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听到有价格 顿时就满眼希望的看向了方小凡 期待着他嘴里说出不贵的价格 哪怕此时这瓶酒价值百万 他也硬着头皮刃 啊对对 前些时日百达的林总 刚刚在您这里买了一瓶 价格应该是十个亿吧 多 多少 一瓶酒 十个亿 我 我竟然直接扔了十个亿 妈呀 十个亿啊 那得买多少辆杨少的 大奔驰180啊 P的A180 杨少特意强调了 人家那是A180L 你把腰汪了 哦 杀人诛心啊 你们杀人诛心啊 方董 我真不知道您是真大佬啊 如果知道 借我800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呵呵 你一个富二代 我怎么比得上啊 这不是折煞我吗 不不不 在您面前 我就是个穷P 我家的全部资产 还不够喝您一口酒的 我就是蝼蚁 您放心 以后我一定离欢欢远远的 哦不 以后欢欢就是我干妈 您就是我干爹 求求您给我个机会吧 我靠 小伙子你这真是打敌好算盘 跑这里许愿来了 认了方董的干爹 那这钟还还不是横着走 那个方董 你看我也想认个干爹行吗 去去去 你比我爹年龄还大了 乱起什么后 行了 杨伟是吧 把你之前的承诺旅行 然后再把酒钱赔了就行了 完了 我竟然瞬间败光了我家的所有资产 还负债十个亿 我爹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行了 拉下去处理吧 另外欢欢 我之前不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吗 诺 这家酒店就送你吧 陈总 去帮着办理一下手续吧 不不不 我不能要 呵呵 你就别和我客气了 争取把酒店给我做大做强 行了 你们聚会吧 我先去剪点破烂了 妈呀 我们一直嘲讽的花花 竟然成了这里的大老板 天啊 原来小丑即是我自己 花花 您还收干你而不 对对 还有我还有我 干妈 我给你磕头了